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LUNA FEST文化圍爐的主持人張韻芝 今天我們很開心可以跟曼食玉合作 由曼食玉提供我們一個非常特別的場地 讓我們舉辦文化圍爐的這個活動 為什麼會想要舉辦文化圍爐呢?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文化的團體和族裔 每個團體族裔裡面最基本的單位就是家庭 有一句話說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 不論你在世界的哪一個地方 家是我們最重要的後盾最重要的力量與支持的來源 能夠與家人團聚 它可以提供我們繼續往人生的各種難關持續前進的很大的動力 而與家人團聚的場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圍爐了 那因為台灣呢是一個多元族群的一個社會 所以這一次我們邀請來自泰國、越南、馬來西亞等等 這些不同地方的朋友們與我們一起來舉辦文化圍爐 來分享我們各自在團員的經驗當中 要吃哪一些料理 然後要做哪一些事情 然後大家怎麼樣度過各自每一年最重要的節慶 當然因為今年疫情的關係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因為工作可能因為條件的不允許 沒有辦法回到家人的身邊與家人團圓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一個節目與各位觀眾們分享 如果說你身邊也有這樣的朋友 那當我們一起團員聚餐的時候 也可以來照顧一下這些朋友 讓他們在異鄉也能感受到這種溫馨、安心的人情的陪伴與支持 我們LUNA FEST的文化圍爐活動 是跟獨立媒體宜人一起共同舉辦 接下來就讓我們移步到餐桌旁 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們一起聚餐吧 哇你們超豐盛的耶大家 你們都帶了多少道菜來啊每個人 很多菜啊 很多 每一道 而且有菜味喔 喔真的 哇每一道都好特別喔 都很料理的喔 真的 我們要來好好了解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一一介紹大家帶來的拿手菜色啦 好 先吃 先吃 我們來先從阿民師傅這邊開始好了 哈囉大家好我叫永明 福永明 他叫我餐個生米拉君 你介紹一下怎麼吃 今天帶就是 泰國的陶鍋 我們的陶鍋就比較不一樣就是 醬料 對 特調的醬料 對啊 然後味道就是 酸酸辣辣甜甜 吃起來比較清爽 因為泰式的陶鍋跟 跟台灣的火鍋比較不一樣 因為泰式陶鍋他們很多用 用陶鍋還有用木炭 然後湯頭就也是跟台灣不一樣 因為他們是用 香茅 是 南薑 還有檸檬葉下去熬它 然後味道比較清爽 不會有膩 那這個熬要熬大概熬多久的時間 熬就是 水滾放下去 香料放下去就可以了 就煮滾就可以了 對煮滾就可以了 哇好方便喔 不像我們熬高湯一樣熬幾個小時這樣 因為這個它是香料 又不是用一些比較豬大骨那一種 喔 那像我們記得 就是泰國是一個很熱的國家 那為什麼會有像陶鍋這樣的食物 因為我是從泰國的北過就是泰北 然後泰北它比較天氣比較冷 對 所以他們就覺得 冬天了要找一些比較飽滿的來吃 對 然後就選一個泰式陶鍋來 就會 就是可能全家人一起圍著這個陶鍋 然後一起煮東西吃這樣 是的 陶鍋 泰國叫 禁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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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煮就是拔肉 禁煮就是刷的感覺 對 用刷的他們就說禁煮 禁 禁就是禁煮 了解了解 好 我們的醬料 我們這邊這裡 這裡 在這裡 有兩種 今天要帶兩種 對 好開心喔 好 所以我們 好 這邊這個像公塊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豬肉已經都熟了 就可以沾醬來吃 好的 好的 還有比較特別就是我個人喜歡就是這個泰國的火鍋醬 那我是很喜歡台灣的火鍋 但是呢去火鍋店啊我都會自己帶我的自己調的醬料去火鍋店那邊自己吃 我覺得還是會 會想到之前在泰國吃好吃的醬料 所以去 大家可以先咬自己的醬到自己的碗裡頭 哇 這樣好香喔 這個湯頭就不一樣了 對 湯頭我們是用香茅南薑米米葉下去熬湯出來 非常清爽 嗯 那這個熬 這個功能可以放香茅南薑嗎 可以 因為這個料裡面都可以加 都可以加不一樣 所以看客人喜歡 你要吃海鮮都可以放在裡面 這個醬啊 很像我們在泰國的餐廳裡面會吃到 那旁邊有四種餃味料裡面的其中一種就是它 沒錯 它也是有點辣辣的甜甜的 對 它辣甜甜的感覺 比較順口 對 比較濃郁一點的味道 會辣耶 會辣耶 有辣 泰國都說我也沒辣 吃下去都說 會辣 會辣 真的是非常好吃 但是真的有點辣耶 好想喝飲料喔 我今天要準備泰式奶茶跟檸檬紅茶 太棒了 謝謝 我自己做的泰式奶茶跟泰式檸檬紅茶 這是檸檬紅茶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可以吃 它看出來辣的 對 泰式奶茶 這個是檸檬紅茶 對 您是做什麼奶茶 我們茶葉是用手錶紅茶喔 泰國最有名的 好 可以喝看看 泰式奶茶 這是我自己用泰國茶葉下去煮 然後加泰國的煉乳跟泰國的奶水 奶水 對 就比較不一樣 好香喔 讚讚讚讚讚 那就要可以進去吃了吧 好 那既然大家嘴巴的辣已經結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要請美音老師來介紹另外一道 紅通通的Saget了 看起來很辣 但其實沒有很辣 對 它是比較甜的 我姓黃 叫美音 來自馬來西亞的吉隆坡 它不辣對不對 不辣 但是有辣椒的香味 有辣椒的香味 然後有 有魚肉的很淡很淡的甜味 然後香料的味道 但香料我不知道怎麼使用 來專業的阿民 香料很像用花生 對 然後有香茅的檸檬味 還有那個南薑的薑味 南薑 那再來就是紅蔥頭 它辛香料的香 跟台灣一般用的只有蒜頭煮菜 其實有一點點差勁 那它還沒有成為這個火鍋湯提之前 它長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在馬來西亞吃沙爹 肉串的時候 然後搭配它來吃 那這一次因為這個Lunar Fest 這個活動 我有機會跟很多人介紹 馬來西亞這個火鍋文化 那也因為這個活動的關係 讓我在籌備的當中 讓我意外的發現 原來台灣人在吃火鍋必備的沾醬 沙茶醬 它的前身竟然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沙爹醬 我先來講一下這一個文化有點特別就是 如果我們把這些已經用串好的食物 放在清湯裡面煮的話 然後它是用個餐車 那個火鍋文化我們叫Luk 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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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Luk 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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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就是廣東話的汆燙 放進那個高湯裡面汆燙熟了之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會沾這一個沙爹醬 沙爹醬 這一個是沙爹醬 就是沙茶醬的前身 台灣沙茶醬的前身 那這個叫Luk Luk 那這個沙茶醬的由來呢 其實是從早年那個 從那個潮山南移到馬六甲的潮山人 看到了這個飲食文化的時候呢 他覺得不錯 那就把它帶回到那個潮山 那經過一些時間跟在地原物料的取得 搭配了當地人的口味呢 那他們就延伸了一種沙茶醬 叫潮山沙茶醬 那在國民政府的時候呢 有一些潮山人呢 又因為吃不習慣台灣的那個飲食 所以呢他們在台灣 又把那個故鄉的那個印象呢 把它再帶過來台灣 那後來也是經過一些石階 然後原物料的取得 那後來就變成今天 台灣人很喜歡的沙茶醬 雖然有一點油 但是它是甜甜香 甜甜香 然後有花生的那個顆粒的 那個腳感 對 然後還有花生的香氣 很喜歡的 很喜歡的 戀愛的感覺 啊 你戀愛的感覺很好 這個 沒有被辣椒嗆到 這個是糯米 很開心 這個糯米 這個糯米就是要配我們的 泰北辣拌豬 辣拌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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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泰國就是 辣母 辣母 辣 辣的意思就是發財 那他們是過年他們就是想要發財 然後他們就煮這個 泰北辣拌豬 對 所以講辣母 辣母 就會發財 發財的意思 發財 泰國就是 臭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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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辣就是發財 發財 所以這個是在 泡水節的時候講嗎 還是 在其他的節日 在 在台北才會有一些道菜 是 那 泰北他們過年都會煮這個 去拜拜啊 就可以給 去廟裡面 是 給師傅 泰北的過年是 西利的1月1號嗎 還是其他的日子 泰北過年也是 脫水節 也是一樣脫水節 也是大概四月份 四月份 對 所以就會煮這個 然後帶去廟裡頭 對 糯米這個 煮的時候 如果你要更香的 可以放 白菜 白菜就是 香蘭葉 會提它的那個香味出來 那個葉子比較長 對 它我們用來一個 可以 可以去做那個顏色 打果是 綠色的 高 高點 綠色的 你煮飯 你可以放那個進去 不用香米 一般的米 放進 那個葉子進去 放香蘭葉進去 對 真的很香 那 飯會變綠色的嗎 不會 會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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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樣我們就不用 特別去買香米 我們只要不用 香蘭葉煮飯 就可以了 快 好 很棒的小朋友 可以先吃看看 好 因為我偷偷聽到一個八卦 聽說阿明來之前 在泰國是一位搖滾樂手 那個是我的夢想 夢想 所以現在也還在追夢的路上 現在就比較往這個餐廳這邊 那在泰國他們可以直接用手 用手抓 用手抓 但是下一型的就先用筷子 好 然後 就是配這個 蠟糜 蠟糜 對 蠟糜 是這個可以帶你的 好運喔 帶好運 帶財 帶財 對 那我們剛剛提到這個是有發財的意思 玉霜姐 我們在越南過新年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吉祥話 是會一面吃飯一面講 嗨 大家好 我是吳玉霜 大家好 我是梅格索梅老師 這是 咦 祝梅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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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 就是新年快樂 就是新年快樂 怎麼講 新年快樂 祝梅南美 祝梅 祝梅南美 就是新年快樂 就是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所以就是祝 祝新年快樂 祝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這個活動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我不能回去 我想我們國家 可是不能回去 可是在這裡 我可以吃到我們的 越南菜 還有各個國家 東人牙的國家菜 這樣子 我感覺是很幸福 很滿足 就是這樣 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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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個諧音 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印尼的 因為在台灣我們有很多印尼的移工朋友 然後有些也已經定居下來變成台灣的一部分這樣子 台灣人民的一部分 那這裡呢有一道這個 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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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嗎 Onde Onde 我們的音可能是念 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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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馬來西亞也有 或是只有一年也有 對 這個Onde Onde 據我所知它是圓圓的意思 就是它可以放在嘴巴裡面吃一口這樣子 就是譬如說它的意思有點像小點心 就放在嘴巴裡面圓圓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就有那個團圓的意思 所以在開災節 或者是華人的農曆新年 也都會吃這個 在印尼 我的印尼朋友是這樣說 那不知道在馬來西亞是不是也有類似的做法 在馬來西亞Onde Onde Onde 是另外一個也是原型的食物 那我們把它稱為 椰糖奶絲球 椰糖 椰絲球 椰絲球 對 糯米球 那在印尼那個食物叫Klebon Klebon 對 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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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炸的一個芝麻球 我們接下來請玉霜姐介紹一下 我們要怎麼來 現在可以直接夾出來吃了的意思嗎 對 現在已經煮熟了 現在這個是那個酸辣魚湯火鍋 那個魚就熟了 都可以拿出來吃看看 好 那個味道 對啊 因為它咕嘟咕嘟咕嘟的那個香味一直飄出來 對 有些東西在 在台灣對你們來說是非常 讓你懷念的越南味道 對 你們說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這個酸辣火鍋對不對 對 那 在那個做菜這個部分 我感覺到那邊的菜色 不像我們過年都是大魚大肉 很多樣式的菜 它那邊的菜就是會有比較 應景的菜 比如說像是控肉啦 或是一些其他的菜粽子 他那邊都是親手做的 自己包 他們也不喜歡叫外面的外匯啊 吃外面的餐廳 不會他們都是自己要動手做 從早到晚都在做那個東西 到了吃飯的時候就拿出來給我們吃 我就覺得說吃這樣的菜 是非常有感覺的 就是大家親手給你吃了這樣 所以我對越南的感覺是這樣 剛好搭配今天很穩的品氣 來吃點火鍋也不錯啦 寒流來就是要吃鍋啊 謝謝 這次的活動讓我回想到 每年過年的時候 我很喜歡到越南去過年 因為那邊呢 農曆年的氣氛 過年的氣氛很濃厚 那在那邊過年的感覺是 大家聚在一起 吃火鍋、圍爐 然後那個感覺 就是非常的有人情味 那尤其我們也是到了越南去做客 他們對客人的這種感覺 就讓我覺得有 回到家裡的這種感覺 這個魚很特別喔 那台灣很難賣到 叫什麼魚呢 現在都有 叫巴桑 巴桑 在雜貨店或是 來加一點湯 謝謝 好 謝謝 你好 幫你健康 他是先吃魚 雜貨店 雜貨店可以買到這個魚嗎 越南雜貨店 是我們進這個魚的 就是冷凍的 對 這個再越南雜貨店 等一下 為什麼只有我們這一排在吃 對 你會介紹 我們整個都 他很高興的喔 這個魚肉可以沾 這個泰式醬 可以 溶和 對 感覺不錯 還可以開發新菜 發新菜 那個筆子的辣還有蒜的 其實越南也會用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嗎 跟檸檬這樣子擺一擺 比較像泰國的涼拌類 涼拌的味道 對 涼拌的味道 就跟這個魚也很搭 要不要試試看 可以用 可以用 我比較想吃 不一樣的 這個就真的是文化 大龍魚 對 把不同的國家的醬 放在另外一個國家的 飲食文化上 出現新的火瓜 剛好今年是一旬 都不能回去 對 所以在這邊可以吃這個 都能拿各種國家 那個是我 我對台灣是 過年都是 大家都回來 回爐 就感覺很像 很溫暖一個家 這樣是 看到他們 東西煮什麼東西 都很多很多 滿滿的魚做的 不一定要是很多 可是 他們魚做魚做是 過年 已經 東西煮很多 滿滿滿的 那個 感覺幸福 滿滿的幸福 這樣子 過年 我覺得 大家都回來 回爐 就 我就 看到這樣子 我很想到 越南家那邊 就這樣 唉 很想回去 對不對 對啊 每次講到 都想回去 可是 今年就是 跟到那個 以前就不能回去 就很可惜 也很想家 對啊 對啊 他們那邊都 常常 到傍晚的時候 就會 打電話視訊過來 說啊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那我就說 什麼時候可以開放 越南要開放 我們能夠回去 才可以啊 所以大家都在等 這個 這個消息 好 那他們會直播 他們在吃什麼湯 會喔 會喔 會不會就是 那邊也是一鍋這個 酸辣湯 有 他們很多 它裡面是有什麼 什麼湯匙 有時候也有螃蟹 嗯 就是各種水產類都有 對 越南煮的海鮮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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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好 講到這個盛宴啊 我又要再來插花介紹一下 在印尼也是有這種熱呼呼的湯品 我們常常會去那個 印尼的小吃店 會看到東西都是煮好放在那邊 好像都是吃涼的 但其實其中有一道這個 這個 鎖多阿樣 就是這個 鎖多雞湯 鎖多其實是在印尼文是什麼 喔 我其實也是 也不了解 好沒關係 也有 鎖多阿樣 據說是在印尼的國民 第二 所謂第二個母親 只要有鎖多阿樣的地方 就會有媽媽的味道 國民美食 對 國民美食第二名 第一名是這個 人當牛肉 人當牛肉 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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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叫巴東牛肉 這個就是國宴級的菜色了 對 他在2020還是2019 就登上CNN的那個 五十大 十大我記得是 十大呀 可是CNN的那個應該是雞肉 人當阿樣 那他就登陸那個十大 國際美食之一 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非常好吃的一道料理 我聽說啊 就是這個 為什麼它是國宴級的料理 就是因為當家裡的經濟條件許可的話 他們最少最少這一道菜要14種香料 那經濟條件許可的話 香料的數量會變得更多 讓它的滋味更豐富 那那個Random這個音其實是熬煮的意思 就是它是熬得越久越好吃的一道菜 對 所以 來描述一下 如果說是玩說牛肉乾的 對 很像牛肉乾 把它hold個單點 就變成台灣的牛肉乾 對啦 你們吃得出來什麼味道 有椰子奶味道 嗯 吃看看 嗯 有椰奶的味道 還蠻濃的喔 對 它Random呢 在馬來西亞跟印尼 馬來西亞的Random 其中一種Random 我們會把那個 刨絲的椰絲 放在那個平底鍋 剛烤 然後它變金黃色的之後 再Random 差不多煮好了之後 就把它加入在Random 還有多了另外一種層次 那我今天這個Random 應該是 就是有椰奶 然後如果你在印尼吃的話 因為當地的椰奶實在是太香了 太香了 所以我跟您說 這道菜在印尼當地吃 會比今天的 那個味道更香 可是我覺得今天土都很好吃耶 真的 這個香味很香耶 本來以為它因為燉煮了很久 可能會比較柴 不會 而且它好軟嫩喔 對啊 這兩個是搭配一起吃的嗎 這個是 過年的時候 這個是甜的 就有一種是鹹的 鹹的是裡面就包綠豆跟豬肉 對啊 那包豬肉跟綠豆 我覺得平常都可以吃 在台灣就可以吃到了 可是在台灣沒有這樣包上去而已 那越南的粽子它有好幾種 裡面有包一種是黑豆 黑豆 黑豆跟那個 野奶下去 跟那個什麼 糯米下去炒 炒好了 就包 用葉子 那個香蕉葉子先包 後來可是 我覺得那個是沒有那個特別 可是越南沒有是粽子 裡面包芭蕉 東南兩人我們都有用手吃東西 對 很奇怪 有一句話說 用手吃更好吃 真的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飯後甜點 對我們現在進入一點點結段 我們的蜂窩餅 來吃看看 蜂窩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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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來介紹一下這個是什麼 對 這一個是馬來西亞華人過年 大概每一家每一戶都有 都有 都會啦 都會 尤其是我小的時候 我們會在家製作這一個糕餅 那這一個糕餅其實它的飲食文化是 源自於印度 那印度的餅我們都把它統稱為 用麵粉做的然後去油炸的 那這一個呢是印度文化傳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那華人就把它變成是我們過年的一個特色 過年才吃的餅乾 那其實馬來人也有這一個飲食文化 只是我帶來是因為我問過很多台灣人 你看過這個餅乾嗎 那很多台灣人跟我說真的沒看過 更不用說吃過了 是的 好 你看很像一個漂亮 你剛剛有講到說它是那個 謠道說它的那個製作過程非常的厚工 對 搞缸 不是覺得像油場炸的樣子 就是那個麵食類的 像你炸的樣子 對 也很有某種台灣古早味的味道 但是就沒有像那個形狀這麼的補充 它需要細餐去 模具 同做的模具 辣的、鹹的 然後各種味道這樣一路吃過來 然後最後進到甜點階段 最後要給大家一個小小的考試 請大家準備提具 自己會在餐桌上祝大家新年快樂的語言 任何語言都可以 然後我們來一起向觀眾賀年 祝大家不要安靠肯定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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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對,直接 來,我們馬來西亞代表 那馬來西亞我們比較多講那個 廣東話的話 我們都會說 公會發財 那如果是福建人的話 我們在餐桌上 有時候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說 就是發財的意思 那如果遇到不會中文的馬來人或印度人呢 他會用我們的拼音的方式 他會助我們公替發財 那其實這個我們在馬來西亞 我們就聽得懂 他是祝賀我們恭喜發財的意思 謝謝 我們泰國呢 是 我秩 Jos Jonah 馬來北 我扯不起來 我扯不起來 做生年快樂 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前滚来 前滚来很重要 大家发财 谢谢大家 我原来我不是台湾人 或是我需要被定义成其他的族裔 我一直觉得生活在台湾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在成长过程当中 都会碰到很多有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 比方说小的时候会有来自中国各个省市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自己的腔调 南腔北调的朋友会齐聚一堂 那长大之后呢 在班上也会碰到 来自不同国家的巧声 所以我并不觉得 自己有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想这也是台湾它最珍贵的地方 就是它作为一个交通的符咒的节点 那现在有许许多多新的文化汇聚在这里 那这些新的文化 都会慢慢的 接下来成为台湾文化 非常丰富的宝藏 那这一次参加这一场Luna Fest 文化围炉的录影呢 真的是大大的开了我的眼界哦 我过去对于食物的印象都会想说 啊泰国的菜可能就是这样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菜就是那样 但是原来大家坐在同一个餐桌上 就会发现这个食材你有 这个食材我也有 同样的烹调方式 但是做出来的这个食物的样貌就不同 但如果互相对调一下 它又会迸出新的火花哦 我觉得这个就是多人文化或者是不同族裔 大家共存共荣最美妙的地方 谢谢 嗨各位镜头前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叫阿苏卡 我是这一次Luna Fest的活动的合作的伙伴 我是宝藏的编辑总监 那今天我会突然出现在这边跟大家问候 是因为说今天这个Luna Fest的活动的来宾 包括越南的玉霜姐 泰国的福永明 还有马来西亚的美音姐 其实都是透过我们宜人这边介绍 然后就牵线穿针影线 让他们可以来镜头前面 就是介绍他们自己家乡的过年习俗 以及家乡菜 那这一次宜人作为活动的合作单位 我觉得有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说 在农历新年 过年大家这个时候都很开心 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在台湾还是有这个50万的新住民 以及70万的外籍移工 他也是在这个台湾的社会里面 也是跟大家一起生活 那在大家在过年的同时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认识他们 了解他们 而不要忘记说 他们也是跟我们同样处在一个土地上 所以今天就透过这个 录这个过年的特别节日 让美英姐 玉双姐 还有阿明 他们可以用透过自己的方式 来跟各位朋友拜年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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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黄金帅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那今天刚好就是 透过这个影片 然后向所有支持 疑人的朋友 以及支持加拿大 亚维活动协会的朋友 向大家来说一声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谢谢大家 Yeah Cut 哈哈哈哈